紅色休旅車正要右轉進停車場 卻突然卡住 駕駛想要倒退 車殼卻被護欄給卡著 連續試了幾次悲劇發生 車殼受損翹起一片 後方車輛駕駛說 這已經是同一個地方 看過第五起類似的案例 這座停車場位在新北市三重幸福學養公園 假日一味難求 入口轉角處已經擺起三角錐 提醒駕駛多多注意 這座停車場的出口 是一個有弧度截角的狀態 但是入口的地方卻是直角 甚至有一片鐵皮在那邊 就許多車主轉彎的時候 沒抓好距離 因此愛車受損 可能有駕駛看見出口有弧度 沒注意入口是直角 才會常常發生車殼遭殃的意外 有停車民眾認為確實應該改善 比較順 也有人認為設計不算太奇怪 但確實有改進的空間 新北市高攤處接獲相關申訴和建議 也將派人到場了解 因現在汽車多元大小高度不一 轉彎半徑也不一樣 高攤處將請訴邀請相關專家團體 來延伸這個護欄調整的可行性 來降低這些事情的一個發生 民眾有到這個地方停車的需求 進去時還是要多多注意 才不會車還沒停好 得先修車 TVBS新闻羅斯彭郭穎新闻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